大家好,我是小麦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惊悚电影《时人恋》 影片讲述了一个男子有痴女人,癖好又从娘的故事 我们的男主是一名采访师 在一个安逸的小镇里生活 三十多岁的他依然还是单身 看似一个老实的人 背后却藏着一个惊天明 这天夜里,男主开车回家 在路上意外发生了车祸 男主下车后发现车上的女子已经昏迷 便动了私心 他并没有将女子送到医院 竟将女子带回了家中 可能大家以为好戏要上演了 但男主将女子放在了手术台上 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一套装备 由于画面不可描述 你们可以自行脑补 到了第二天 男主从冰箱拿出一块肉 放好调料下锅后一顿晚餐就这样做好了 突然有一天 男主家隔壁来了个新邻居大美 大美是一名足料技士 没到夜里 大美就开始工作 这一切都被男主看在眼里 而大美也时不时会在家里偷瞄男主 这种感觉真是卖人寻味啊 过了几天 大美主动找上门 希望男主推广下自己的生意 也顺便给了男主一张名片 并告诉男主想体验态势按摩 可以随时联系他 而男主并不喜欢按摩 两人便各自离开了 到了夜里 男主听到大美家的吵闹声 但没过多久 大美就来到了男主家敲门 大美说自己跟人吵架了 希望男主报警 并当作见证人 而男主一听就慌了 他觉得这件事可能让自己的秘密暴露 最可怕的是 大美因为想喝水 不小心打开了男主家的冰箱 男主家的冰箱里放满了肉 可大美并没有多问 男主一看 大事不妙 为了不留后患 男主骗大美一起去报警 半路将大美处理了 过了几天 大美的妹妹小美 来到了男主家询问姐姐的下落 由于几天没看到姐姐了 试图想报警 经过男主询问得知 小美也是一名足疗技士 当晚小美和姐姐争吵 是为了三千块钱 男主眼看小美也想报警 就给了小美三千块钱 希望小美先离开这里 小美意外地得到了陌生人的钱 非常感动 为了报答男主 便邀请男主来一次态势按摩 半路男主怕自己冲动 便穿好衣服离开了 男主来到海边 正在为这件事情苦劳的时候 发现了旁边的一位美女 动了心 而不巧的是 美女竟然有男友 男主为了得到美女 趁美女在游泳的时候 开车撞死了她男友 而美女却害怕地迟迟不上岸 最后被活活淹死了 随后美女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小美到验尸房想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姐姐 但尸体并不是大美 小美决定想要报警 男主这时已经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小美 便陪同她一起去报了警 警察开始在男主家附近展开调查 男主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 决定带小美去自己山上的小屋坐坐 散散心 两人来到小屋里 男主先将小美迷晕 随后将她抱上了手术台 但这时候却迟迟下不了手 因为男主已经彻底喜欢上了小美 到了第二天 男主决定向小美告白 并将自己杀害大美的事情全部告诉她 以为这样可以让小美原谅自己 但此时小美竟然没有发怒 随后在回家的路上 深藏不露的小美突然猛打方向盘 想与男主同归于尽 车摔下悬崖后 男主却还活着 小美却已经没了呼吸 从那以后 男主回到了正常生活 再也没杀过人 也许爱情能够感化一个坏人吧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